南海局勢升溫 解放軍派出丹霞山艦 老鐵山艦 撸山艦等多艘艦艇 組成登陸艦編隊 在南海實彈化訓練 解放軍火力甚至逼近菲律賓沿海 19號被募集由兩艘大陸軍艦 航行在馬來西亞沙巴海域 其中一艘標有105 也就是大陸海軍055型驅逐艦 大連艦的懸號 中飛南海衝突頻傳 17號甚至近距離碰撞 導致人員受傷 菲律賓恐怕不指望 美國趕快先派官員滅火 菲律賓表示目前沒有考慮 觸發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直言這是可以輕鬆解決的問題 強調中飛可以合作 美國退後勢不關己的現象 還可從航母部署看出 美國雷根號航母結束 勇敢之頓演習後 已抵達關島 羅斯福號則離開南海北上 都已經出第一島鏈 伯利邊美軍陸戰隊司令史密斯 21號在華府表示 數年內將在關島部署小規模 且具備快速反應能力的 美軍陸戰隊濱海作戰團 他直言是為了對抗大陸的攻擊 而設計成為防衛日韓和菲律賓的 威哲利 南海衝突沒完 為了對抗俄羅斯和北韓威脅 美日韓聯合軍演自由刀刃將展開 美軍航母羅斯福號 神盾艦海西號 以及丹尼爾錦尚號 22號抵達南韓釜山海軍基地 全面加強軍力 記者李星宗 不得